明朝的一个决定中国原本遥遥领先的技术 被放弃以至于近代受辱 朱棣虽然登上皇位不符合儒家道德 所以当时存在反对声音是无法避免的 尤其是读书人更是很嫌弃 他认为他大逆不道 后来为了巩固皇位 他更是把一代大儒方笑儒杀掉 这就让他在读书人中 彻底失去了形象读书人贤西勇 乐朝怀念建文帝 不过朱棣确实让明朝达到了一个巅峰 也算是为自己扳回了一城 他命令整个下西洋其实很大程度 就是想要宣传一下自己统治之下明朝的辉煌 对于正和下西洋的真正原因 史学界有很多说法 有人说是为了寻找失踪的 建文帝有人说是为了打击海上张世成的势力 还有人说是别的深刻原因 包括当时朱棣提出这一构想的时候 朝中很多大臣也都不同意 究其原因无非也是认为这样做没什么意义 而且又劳民伤财得不偿失 但是朱棣立排众议先后组织过多次下西洋的行动 后来他的儿子继续不支持 航海运动就强行断掉了这一行动 不过这位皇帝也就在尾十个月之后 直到朱棣的孙子辈又进行了最后一次正和下西洋 世界明朝的航海运动壮观大气 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上航行前后拜访过三十多个国家 尤其在东南亚一带宣扬了明朝的国威后世 有人说正和是航海时代的先驱正 因为先有他这才有后来西方人的航海运动 而且当时明朝在这一方面的计数 西方人在那之后很多年都追赶不上 然而这一威风的是在正和之后就在美 有进行过这是为什么 有一部分史学家认为明朝不再组织下西洋运动 主要就是因为国家经济拮据 没有办法继续负担 这项巨大的开支 想想每次正和出海所需要的规模 就能够知道这得花费多少钱 再说 朱棣时期就整天跟蒙古打打闹闹又迁度 再加上日常开支 哪有那么多钱总是这样拿出去 所以这种在他们看来没什么用的活动 最后就被叫停此外 还有另一种说法认为 正和出海对明朝经济有很大益处 加大了与其他国家的贸易繁荣了进出口 因为这种宣传方式 海外其他国家知道明朝的东西好 于是纷纷来到这里作声 亦还有一种说法 认为之所以正和之后再无正和 就是因为他做得太成功了 一方面满在荣誉而归 让别的国家知道了明朝的强大 另一方面也确认了海上 没有能够对王朝造成威胁的存在